贝鲁特爆炸发生超过24小时后 救难人员在昏暗瓦力堆中找到受困女童 把握黄金时间不舍昼夜持续搜救 而在医院里头刚出生的女婴爆炸过后 颅内出血 父母心情短短几天从行程喜悦直接跌到谷底 我尽力保护她 但我没有做到更多的 她是你第一个女孩 距离爆炸港口两公里的医学中心 收治500人就有将近一半重伤 而贝鲁特面对的医疗危机 不只有数千伤者 慢性病患同样身受威胁 整个首都毁一半 港口十公里外建筑也无法幸免于难 30万人一瞬间没有了家 看着其日繁华街道 只剩断源残壁 不少灾民沮丧又失望 政府估计损失高达台币3000到4500亿 卫生部长更说 黎巴嫩现在什么都缺 为那时刻 一群黎巴嫩人组织职工队 除了安排临时收容所 这群职工也协助物资发放 清扫满地砖瓦碎片 戴上手套与口罩 拿起扫把铲子 吃热的阳光下埋头工作 重建家园从零开始 大约声音乐中 体会变异 从这一场灾难当中 还要来了解的是 黎巴嫩现在得面对的粮食危机 迫在眉睫 因为根据了解 包括了麦只剩下一个月 另外在面粉的部分 只剩下1.5个月 而在黎巴嫩的人口数来看的话 至少是要有3个月以上的安全存量 由于